Hello 红薯宝宝们大家好 SAM老师又上线了 那今天SAM老师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夏日稀有防蹭底妆 虽然夏天就已经过去了啊 但是呢 对于我们油皮来说 夏不夏天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不管在什么季节 皮肤都爱出油 所以粉底对我们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分享过这个 你还记得吗 这个确实也很好用 但是呢 你知道我又是属于那种 特别懒的那一类人 所以我希望说 我的粉底打在脸上之后 我可以不用管它 后来我就又尝试了 这个已经对我用成这样了 就确实很好用 它沉膜速度非常快 就是我用过沉膜速度最快 最不掉妆的粉底了 它就是要考验 你上粉底的技术 我每次都失败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招 机智如我 我把我爱用的这个粉底 混着用 哇 简直是油皮大揪心 我跟你说 它就是甘油适中 沉膜速度也很快 所以它们俩中和一下 我就觉得简直是 非常完美的CP 我一般是大概这么一蹦 50对50 然后这样 如果你在一个天气 特别特别干燥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这个多一点 7对3这样子 如果你是在潮湿的情况下 那你就可以这个40 这个60 既可以推得开 同时又可以把粉底 牢牢地锁在你的脸上 沉膜我 好 上完了 你看 是不是它非常自然的 就是适合守残党 性格比较急的妹妹 我昨天呢 就是跟王菊 还有跟CC一起去逛街 就有问王菊 还有没有什么 适合油皮的粉底 就推荐给我一个 我昨天才买 他说这个粉底呢 里面有稀油粉末 就是这个 它就是属于 大油皮适合的粉底 它里面没有沉膜剂 所以他建议我说 再买一个沉膜喷雾 因为它这个呢 只是起到一个稀油的效果 但是它不沉膜 然后我才明白说 哦 原来沉膜 是牢牢地 可以吸在你的脸上 可是这个 稀油的粉底呢 它只是说 可以让你的脸 变得哑光 但是你戴个口罩啊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不小心蹭到之后 它立马就也会变得 很斑驳 我就觉得 哇 我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当时呢 专柜的那个小姐姐 就在给我手上 试了一下这个粉底 试完之后 我就觉得 妈呀 这个也太干了吧 这个粉底 在手上都会变得 很干的那种 就感觉 粉就直接卡进了 我的这个毛孔里 适合吗 因为你知道 像油皮的妹妹 就是因为脸上 水油不平衡 但其实也是一种 缺水的表现嘛 所以才会变得很干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用更干的东西呢 它就会变得 更可怕 又卡粉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内心 就是打了一万个问号 心想 王菊的人设 可能要崩塌了 好吗 因为我在买这个粉底之前 王菊就放出了 一句狠话 我说你这个大约 我一定要给你找到一套 让你不脱妆的 逼妆 今天早上起来 看看这个粉底 到底有没有 它说的那么好 就是它真的可以做到 很雅光 不掉妆的效果吗 我试完了之后 真的不错 我上脸不干 很奇怪啊 因为那天 我在手上推了之后 我就觉得好干 完了 这肯定不行啊 结果我今天早上 试了一次之后 觉得哇 这效果真的很好 你看上上去 还就是变得很雅光了 就是对油皮来说 非常的友好 我就是很喜欢 这种雅光的状态 这边是不是非常雅光 这边是那 两个粉底的结合 你看它都不掉了 就怎么擦都不掉 你看这个是刚刚我涂的那个 然后擦擦它就没有 所以就是有成膜肌 和没有成膜肌的差别 就看你们怎么选择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然后Sam老师呢 也还想再了解一下 有什么更适合 油皮的粉底 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 我们互相交流 好吗 拜拜